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重斷左翼的時候 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關於競爭法 我們很榮幸請了Leslie 跟我們講一下競爭法 講一下究竟現在有甚麼阻制和競爭法的好處在哪裡 Leslie 你好 其實這樣 如果競爭法我想很多觀眾 他們現在看的都未必知道發生甚麼事 競爭法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是說現在只看新聞 好像這陣子曾經好像又一輪卻過 然後突然好像沉食了下來又沒有人說 然後又可能發生了幾宗新聞大事 然後大家就忘記了這件事 但其實現在在立法會是爭取了魚火魚肚 甚至有一些聲稱自己代表中小企的商會 群而共之 竟然反過來要立法會去撤回方案 這個本身是保障中小企的一個法例 很奇怪 他們甚至形容商界的23條 聽起來都很得人害怕 不如我們告訴觀眾其實內容是甚麼 為何又這麼得人害怕呢 其實是這樣的 為何他們會叫商界23條 因為競爭法裏面有兩樣的行為 主要是規管第一行為和第二行為 其實現在那群那群 所謂自己代表中小企的商會 其實根本是代表大老闆 為何他們這麼害怕呢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一直在談的時候 以我所知很多支持立法那群議員 為了可能釋除一些疑慮 可能某一些低壓那些行為 都可能有機會跟他們談話豁免 但是那群那群的商會 大聲現在私自開大口 就說要沒有這個第一行為 第一行為他們中小企都要不受到規管 要這樣去做 第一行為是甚麼 可能很多觀眾都未明白 第一行為即是說一些 維標那類的行為 或者是集體他們去協定價格 這一方面的事情 這些如果都要豁免 請問這條競爭法有甚麼作用 競爭法不只是保障你中小企的 其實是保障一些市民的消費利益 這個重要的 記住這個違標的行為 其實說真的 你中小企做得多一宗 但是真正的最多做這些事情 就是起大財犬 你看好像剛剛今天賣地 這幾天說賣地 發生的就知道 為何賣地 政府現在經常說 香港要多建一些樓 去給人住 為何拿地出來 因為他投標 那麼多地產商坐在那裏 都安靜了 沒有人出聲 然後突然之間 幾乎的官員說要收回 才由某一間地產商舉手 然後其他地產商有反應 然後可能最低價 已經賣了塊地了 拍賣的原意是否這樣 不是的 其實要規管就是可能規管這些 才是最重要的 會不會他們在背後 一些這樣的利產商 壟斷了 去傾斷了數 他們大家怎樣分配市場 其實這個第一行 如果我們所有說要豁免 就已經不會 這個沒有說老虎 因為其實第二行 反而是一個反對壟斷的 一些操控 市場的權勢 例如操控價格 操控供應 阻止一些新的經營者進來 才是最主要的第二行 然後現在有這樣的商會 竟然說不如這樣 政府不收回這個條例草案 搞一個叫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他們覺得反而是可以去解決到 但是競爭條例本身就已經可以解決到 為什麼突然又要拖多幾年 又不知道拖多幾年 現在香港在講這個競爭法 是講了十幾年了 回歸之前 照委會已經正在講 誰知道都要拖了十四年 我們回歸了十四年 才拿到這件事上立法會 現在再撤回又由頭來 那又要搞十幾年 十年又十年 真的有普選的時候 那個競爭法還未立得怎樣 是啊 其實競爭法 九十年代開始 就是蕭委會有做過研究報告 就說香港都是需要競爭法的 或者可能觀眾都未必真的明白 競爭法對大家有甚麼好處 其實競爭法它本身就是想 顧名思義出進市場的競爭 而出進市場的競爭 就是普遍可以理解為 就是那些消費者可以受益 比如你剛才提到第一行為守則 就是防止它們一起合謀定價 那合謀定價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很明顯 比如去超級市場 或者去油站加油 其實都看到好像 搶來搶去都是一個幾毫子 其實香港是有很大的機會 是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其實油站 這個油箱呢 就是最多人現在就是批評 就是他們那種背後 根本就是傾斷了數 加價就一起加價 你留意加得很快的 通常說原油價格提升 所以入口成本 你又可以這樣 我都會背書 入口成本是幾個成本的增加 所以要提高價格 S字頭那個背殼那間 加完轉頭一升那間 又跟著加的了 沒有多少天 就是一天可能 或者同一時間都不期的 跟著可能就是 內地的國企那間 又跟著它加的了 那麼幾間油箱 你根本是幾乎無法選擇 所以已經是 最重要就是說 其實原來背後 是不是他們隱藏著 一些這樣的 就是協議 一起加 一起去做這個行為呢 其實我們現在 無罪假定 香港行這個 武衡法的時候 但是我們有什麼懷疑 但是政府是沒有權去查的 那個油箱不需要跟你配合 因為沒有一個法例去調查 給他有一個權力去調查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立競爭法 就是他立了這條法例 如果他是沒有的 不怕被人查 查了出來沒有的 那就證明了他侵犯 其實對他都有好處 查了是有的 即是他原來根本就是 做一些違反市場定律的行為 是值得要去譴責 值得要去懲罰 但是他現在為什麼這麼害怕 沒有做虧心事 做什麼這麼害怕 是的 第二行為受質 那有什麼活生的例子 真是關於普通市民 普羅大盡的事情呢 很簡單 買新樓了 現在說這個 剛才說的是拍賣地 拍賣完一塊地 當然是建房子 不是做什麼 好 大家在買這個 某些地產商 某一個 一個例子 我就看到 就說在馬鞍山有一個屋苑 在2006年 就是政府引入這個 新的大廈公契條款的時候 他的涉嫌是違反了這個條款 為什麼呢 他就用了一個 捆綁式 就是把他這個地產商 旗下 一間的寬頻公司 那個服務費 就立入在管理費裡面 那就是那一千名的住戶 就算不用那個寬頻服務 因為他可能不需要上網 老人家 買那棟樓 他都不懂上網 他為什麼要你寬頻服務 但是呢 就逼你一定要付錢 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些立法會議員 他就批評他 喂 你是不是真的 是壟斷式的做法 第一 首先就是說 令到 不需要用這個服務的消費者 被迫要用 被迫要付錢 不是要用 我根本不需要用 你是迫我付錢 第二 我是好像我們這些 經常有空上網的人 一定是沒了網 會死的人 要上網 喂 我為什麼擱著要用你那間 你那間是否特別好 未必 未必 不是說不可能 可能他是好的 但是未必 第二 我本身原來我在其他地方搬來 我原來跟另一間 簽了約 原來還有 假設一年 一定可以 死定了 那我用過 還有一年 我搬過來 我為什麼要雙重付錢 我用回原本的那間 你是迫著我 一定要付錢 為什麼呢 這是不合理的 影響了消費權益 發生的事情 就是後來有些立法會議員 是不吵過 這個地產商 管理公司 結果 都願意 去退 就是讓別人可以去選 把這塊錢 申請回來 寬憑的錢 但是不好意思 同一個地產商 其他樓盤 依然站著 是不肯讓你去這樣做 其實也都檢查過 有其他幾間地產商 買新樓的時候 也都有這些 捆綁式的消費 那就是要求大家 一定要去幫助他 指定一些搬頻服務 或者電話服務 甚至電話服務 但是因為現在香港 沒有一個規管 變成沒有一個競爭法 去規管 電訊條例又管不到 結果 是對於小業主的權益受損 雖然說 這個大地產商 它本身有一個搬頻公司 它未必服務差 但是可能 我真的覺得 我很不喜歡他 我喜歡他的兒子 我覺得他的兒子 救了一個女孩出來 救了一個女孩出火海 大家已經猜到 我說的是誰 跟著 我想幫助他的兒子 誰知道他兒子也不行 雙場無父子 這樣說 這樣真的很嚴重 其實 我們是要有一個選擇 如果是好的 說真的 你還要這樣 一個是優勢的購入 一定是很便宜 因為不便宜 我自然會用你 你應該給我選擇權 我不是說你差 因為其實 反過來我兒子那間 我現在正在用 其實我覺得很難 我想轉 老實實 我不是在住他的屋 但是 我作為一個顧客 客人需要有選擇 應該有選擇權 我覺得至少應該受到一個尊重 但是沒有競爭法 我們就受不到這個尊重 簡單來說 第一行為受質 去規管一些合謀定價 一些維標 其實就是保障消費者 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價格 去享用服務 應該在市場上有一個足夠的競爭 足夠的競爭 大家因為有競爭的時候 價格是否便宜了 我跟大家說不一定 雖然通常都會便宜了 電訊公司 以前我們只有一個電話公司 大東 或者現在叫VCCW 但是香港後來就是引進了一個 因為電訊條例裡面 開始開放市場 令到這個市場裡面 不再壟斷 一個寡頭壟斷 那個是完全壟斷 不是寡頭 那次完全是大東一個組 變成有多三間 有Cable 就是九倉電訊 有和記電訊 還有一間 Smart Tone 對 甚至後來現在用一些 叫做IP Phone的技術 有這個CTI 就是香港風騰 其實八家的真名之後 大家用電話費在家裡便宜了 還有很多公司 不需要再一定指定 用電訊營科的服務 或者電訊營科 他不願意減價 大家都知道 他到現在那個家居電話 都會站得很硬 但是他就會提供到 多了很多額外的增值服務 送給你 他寧願不減價 維持收入的收入 但他寧願是提供服務 改善服務去取勝 大家可以選擇 我要質素 我要服務好些 打電話去 電話不通的 可能我用手機 我打去罵服務的那個女生 雖然我不鼓勵大家 可以對她們這麼兇 不應該的 但可能另一個很便宜 可能用五十幾元一個月 我打去永遠沒有人聽 會是這樣 但大家起碼不得選 我窮的 我沒辦法迫用差點的 但是我都可以給得起 有一個選擇 我有錢過頭的 我都要加一百幾二百元 給小超 我可以選擇 我打電話去大聲一點 我起碼可以選擇 什麼市場 第二行為守則 其實都是給予選擇權 給消費者 聽你這麼說 譬如說 那些地產商 它是捆綁了 可能物業公司 捆綁了寬頻服務 就是還選擇權 給消費者 我聽說好像 也有第三個守則 就是合併的守則 香港的競爭法 關於合併的規管又是怎樣 其實合併 很多時候最主要 都是看你的市場 那方面 有沒有其他本身的 其他貢獻者 否則你太大的時候 其實都是比較 即是比較上 如果你合併了 便沒有了一個 即是沒有了一個 沒有了一個競爭 那你就想一下 好像很簡單 現在香港來講 你看見一個 電視台 如果突然間 又跟你說 無線和阿市要合併 是 那你是不是站在這裏 因為你便沒有了 第二個免費電視台 即是那個選擇 即是在這一刻計 因為其他新的幾個 會不會開閉 如果這樣 公眾是不是少了個選擇 所以應該要去安實 很重要的一個合併 那方面 是 其實通常很多 即是司法地區 或者國家 都有這三個守則 不過香港合併的守則 其實 只是規管兩個行業 即是電訊行業 和廣播行業 其實這裏是一個漏洞 不過競爭法 現在提了出來 就是這樣 即是有第一行為守則 和第二行為守則 而合併的守則 只是規管電訊業 和廣播業 這個其實是有些政治考慮的 我個人覺得 因為為什麼呢 電訊和電視是傳播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最規管得內地 最規管得嚴的 就是傳媒 就是這個通訊 所以為什麼 它便捉得這麼緊 這個也不止 其實也不止內地的事情 其實全世界 政府也是最怕這兩件事 所以為什麼 我們經常說 開放大氣電波 是其中一個原因 不過這個軟了 其實現在說 要去看合併的事情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為漏洞是 其實我們現在坐巴士 也是 兩間巴士公司 有兩間巴士公司 香港好像有 五間專利巴士公司 大嶼山 九巴 龍運 城巴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城巴和新巴 本來不是同一間 本來是兩個集團 是競爭對手 某個時候 幾年之前 就是城巴 被新世界收購 變成新巴 城巴同一間 這些 但是它沒有合併 它是同一個營運 其實大家都知道 裡面的人 會派兩張卡片 但是 它現在實際上的營運 根本就是同一間 其實是少了競爭的 它少了競爭的時候 到底 消費者的選擇權 會不會少了 例如某一些 原本有競爭的線 可能會因為這樣 而縮減了班次 變成消費者的選擇權 或者等車會不會長 這些其實都是會受到影響 不過始終 現在我們已經有競爭法 有了第一步 才可以再去看 會不會到時候 有什麼流動 或者等等 可能要再去修改 都不奇怪 但是 法律永遠都沒有一個 完美的法律 但是至少 我們要有了第一步 香港已經是慢了很多 全世界 原來一百個國家 已經是有競爭法 一百個國家或者地區 一百個以上 亞洲區 包括哪些呢 亞洲區 不如我們說近一點 亞洲區 有二十一個國家 都已經有 不如你猜 全國亞洲 還有哪三個地方 還沒有競爭法 香港 香港我們肯定 我猜落後一些 老窩 柬埔寨 那些 其實最主要是說什麼 原來北韓沒有 北韓沒有 那肯定 北韓沒有 北韓是少的 緬甸 都沒有 我們原來 竟然還有一些 叫做大家 還沒發展的地方 或者還在獨裁圓的地區 竟然是齊名 原來我們祖國 已經有競爭法 對我們現在對岸 這個中華民國 台灣 也都有 我們祖國來講 兩邊的政權 其實滿致的地方 其實都是有的 跟著 甚至到 我們經常香港人說 可能看得比較落後一些 菲律賓 泰國 印尼 全部都有反反 這個競爭法 都是要令到市場 有一定的流通 有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你看到其實如果你去到這些地方 他們是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給到消費者 不是一些大集團 可以壟斷所有的東西 不同香港 我們走出街 幾乎每個商場 千篇一律 下去都是在買那些東西 其他地方不是這樣 人家麥當勞 就真的 已經很特殊 在裡面 真的叫做唯一 可以看到 到處都有唯一的招牌 可能是一個麥當勞 或者一間七十一這樣 對 甚至我們常口口聲聲 要跟新加坡比較 甚麼都跟他比較 但新加坡 早幾年 2004年 都已經立法了 看來香港 都非常落後 我們常常說 超英港美 以前董特首說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他常常說超英港美 誰知道我們原來 超不到英港不到美的時候 竟然跟北韓是同步 你怕不怕 北韓 就是緬甸 這些沒有民主 獨裁的國家 竟然我們跟他同步 在這個消費權益裡面 我們香港 常說 購物天堂 這個消費權益 竟然的保障都是這麼差 你叫內地同胞下來 怎麼有信心去消費 這幾天 跟競爭法未必直接關係 這幾天 就是一個消費保障 一個消費權益 已經在說 買貴的東西 沒有一個足夠的資訊 都已經可以搞到 購物天堂這個美譽 是受到損害 就是有些影音譜 令到香港這個蒙羞 如果我們現在 連一個競爭法 都竟然沒有的時候 真的怎樣保障到 我們這個 一路可持續的 一個消費購物天堂 這個美譽 這一節就講大概法例的內容 以及講一些比較生活化的例子 不如下一節我們去講 重奪左翼 我們左翼21搞的節目 不如我都向大家講一下 究竟作為一個左翼人士 怎麼去看壟斷呢 好 轉場回來見 大家好 第二節 第二節回來 我們重奪左翼 左翼應該怎樣看競爭法呢 不如我跟大家講一下 可能比較抽象一點 其實對於左翼來說 講競爭法講壟斷 其實一定會想起一本書 叫做壟斷資本 壟斷資本就是由一個 美國的馬克思經濟學者 保羅斯威齊 Paul Svitsi 去寫的一本書 其實這本書 都是六十年代已經出的了 其實它主要的 這個議題是甚麼呢 就是說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 由原本可能是 比較心臨法則的 比較不同的 弱肉強食 對 弱肉強食 對 弱肉強食 不同的企業 打餐死 自由競爭 太弱流強 讓他們自己 就是獅子 可能就是最後留在那隻 是的 所以一定會過度 壟斷的資本主義 即它在六十年代就說 為何會發展出壟斷的資本呢 主要其實就有兩點 關於資本那個 就是一個 就是講那個 叫做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就是講資本的集中 就是由於 就是 那個 就是 資本那個累積 其實就是 因為科技的進步 你要那個設備是多了 要那個 科技或者門檻是高了 自然一些比較細小的公司 就留不住在那裏 而那些大的 就是資本的公司就可以 即它一直累積 即它一直擴大市場 對 然後它就去拿到 最後就是 最後它就是最大的那個 對 可能市場剩下一個 或者可能和它 兩三個 兩三個 這樣級數的對手 是的 就是擴大那個生產模式 而第二點 就叫做 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 就是講說 資本那個叫 叫 集中 集中或者 中 中央化 這樣 其實這一點就是講說 那個 即資本其實會去進行合併 會進行收購 而同時也是借了一些 譬如銀行的一些信貸服務去 去擴大它自己的市盈率 而整個壟斷資本那樣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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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特徵是什麼呢 剛才也提到 第一行為守則 其實包括 合謀定價就是想 就是那個價格 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來保障它的利用率 就是那個利用率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就很不同了 跟我們說那個古典 就是自由主義那個 大家 鬥餐死 鬥餐死 那靠什麼來鬥呢 就減價 減價 減價到最後 減價其實是否對消費者有利 這個可以再去 爭論 但是大部分減價都是一個 視之為對消費者 比較有利的一個特徵 那 只不過 減價其實對一些企業來說 他們是不想的 只不過是想 競爭之下沒有辦法 所以減價 但是呢 當它有辦法可以做到 合謀定價 和同業那些人 去一起定價 那它就可以不用減價 但是呢 又可以維持到一定的那個 就是利用率 而這一點 那個 就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 重要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其實是沒有出盡過力的 就是它譬如可以生產更多的物件出來 就是拿來銷售的 但是前提呢 你越多那個商品出來 那你的價格一定會下降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呢 就會寧願 去不用它那個產能 即是它那個生產能力 即是不開足那麼多機 對 不開足那麼多機 那就去保護它那個利潤的空間 其實這一點大家如果去細心觀察 剛才說的 汽油 這一點很大關係 剛才我不是提過原油的嗎 那些什麼產油國 大家有時聽新聞 不是說他們限制自己出者統油 這個不是正正就是這個理論 你說的理論 然後它操控了那個供應 操控了那個供應 因為它說 我不開足機 我反而出少一點 反而賣得更貴一點 然後它就可以賺多了 但是其實這樣對整個社會是不公道的 是的 即是微觀來說 一些行業是會出現這些情況 譬如你說幾個大的產油國家 會不產出那麼多油 或者可能其他汽車行業 那些都曾經出現過的情況 而對整個世界體系的那個 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保羅斯威齊說 資本它沒理由就這樣等到不用 它想辦法怎樣去再擴大它的利用 那時候它就要找出路 即是我們的資本要去哪裏投資 要去哪裏投放下去 那就是導致所說的一個投機性的東西 其實這個都很明顯 我們見到資金一氾濫 好像現在這樣 即是QE出來了 那自不然資金就要找出路 即是如果它想到 譬如來香港炒樓的 可以是更發達過在美國那裏 造廠自己搞生產 那它當然是來香港炒樓的 所以那個壟斷資本那個 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它維持一個價格 而去產能過剩的時候 它的資本要尋求出路 就會造成一個 叫做全球性的一些賭場的經濟出現 即是周圍找東西來炒 所以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現在身處金融那個 資本主義的發展 炒一下炒一下不像炒金融那麼簡單 炒一下我們的日常生活 好像說糧食那些炒賣 也是因為這樣而來的 是呀 因為其實 他們不理那麼多 其實無論什麼都好 只需要那個 可以令到他們那個 資本真佬值 他們就不理什麼都炒 即是他們不會理得你 餓死或者不會理 你有沒有扭著 只要可以炒得起就會炒 我講個笑話 即是等於這樣 大家經常講花生 為什麼這些花生價格越來越貴呢 可觀程度呢 高欣仔所講 其實都是這樣 理得你死 他炒得多貴 真正的花生 我不是講大家在網上高低 那些花生 那些豆那些東西 為什麼越來越貴 一杯豆漿會貴了那麼多 黃豆為什麼貴了 為什麼吃過花生芝麻糊 貴了那麼多 他們就是這樣炒 炒炒炒炒到貴了 大家買東西 那些荷包經常不見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有個競爭法 去規管這些東西 去保障其實就是 整個所有人的一個生活 所有人的糧食需要 所有人他們日常的需要 如果你沒有一個規管的話 市場任意去被一些大財團 大商家壟斷 之後到後來受影響 所有全世界的人 那些荷包都是受損 除了那些商家佬 但是其實到最後 當是他們滅亡 因為到時候 當大家沒有飯開的時候 只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餓死了 要不就沒有飯開 要不就沒有飯開 不能吃 另外那邊就是飯 然後可能就是戰爭 就是這樣來 對 對 其實你剛才說的資本主義 內部的矛盾 大概是這樣 而其實壟斷資本的問題 都是造成過往二十世紀初 到二十世紀中業 就是殖民地在海外擴張 為何要跟他帶國去 你想想日本仔已經是很簡單 以戰日本仔為何要打仗 我們這些老人家經常說 為何叫他做蘿蔔頭 他在那裡沒有東西好吃 只種到蘿蔔 那些人都說笑 接著他要擴張他的心 就是說我要賺食 所以如果你看回歷史 他佔領台灣的時間 其實在台灣掠奪了很多支原酒 米、香蕉、借糖 那些其實他全部 為何要向外擴張去掠奪 因為他自己就是要吃飯 大家也知道 他的地方有經常地震 他不安穩 他不安穩是否要賺食 成為為有辦法確鑽 那麽軍國主義就是這樣來 一開始是掠奪當地資源 第二其實都能將他的過創生 即過創新產 去銷售不同海外地區 當然他在以前最初的表現 就是去打仗 打仗佔領了你 他說要做什麽就做什麽 但到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殖民地獨立了 但其實它的經濟仍然依附在跨國公司 或者是被不同的譬如世貿組織 他們用各種條款規限之下 都是不停地將發達國家的掠奪 其實是繼續維持下來 好了 可能比較遠了 壟斷的是這樣 而身為左翼怎樣看競爭法呢 究竟是應該支持競爭法 還是不支持競爭法呢 左翼的人是否覺得自由市場是一個魔鬼 正路是否應該左翼的人比較不支持會有競爭法呢 關乎這個自由市場 其實如果從右派的角度來說 就不是極有 如果右派的角度來說他們支持競爭法 就是自由市場是好的 自由市場就可以出盡效率 令到那些東西的分配是最有效率的 但是對於左派來說 究竟應該怎樣看呢 我聽不同的朋友都會比較反感 因為他們一不相信市場是自由的 第二他們就覺得市場 其實都有一些比較正常的 都覺得市場應該存在著在這裏 所以其實競爭法對他們來說 可能他們就不覺得是值得關注一回事 那些可以說是極左思想 即是他們覺得是烏托邦 完全無政府 我想他們其實就是市場的問題 就是關於私有產權制度 即是他們覺得是共產的 完全 共有的 有這些朋友 即是我們暫時是這樣看 但是對於這些爭論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是 調回這個角度 因為其實剛才說到第一行為守則 第二行為守則 合併守則 其實全部都是針對一些財團 針對一些公司 就防止他們犧牲一些消費者的利益 或者防止他們那個壟斷 或者他們那個市場的權勢 越變越大 其實亦都同一時間補助 每一個公司他們還可以在市場上去生存 不會被某一個可能對家 是可以不知吃了另一間公司 確然更擴大了他們的市場佔有率 接著就可以用一些低於成本的價格 去做一些貨物服務 去強行打低你 這件事其實某程度上 競爭法亦都在保護一些企業自己本身 這把可以在一把寒著自己的刀 但亦都可以寒著對手的刀 令對手不可以亂來的刀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都不相信市場 即是一個自由的市場 完全自由市場 就是一個終極的天堂 因為其實獅子山學會 一些右派經濟學家 就說自由競爭的情況下 就是最好最好的 他們首先都不會正視 即是現在那個市場是不自由 即是他們會用自由經濟就是最好 譬如搞你世貿一定要自由 或者政府不要規管市場 來達到一個所謂的自由競爭的效果 但現在根本我們的市場 所謂的自由 只不過是幾個資本家 自己本身在這裡自由 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自由 問題是在於 你來來去去去 有些公共事業 為什麼永遠只有那幾個資本家去做 即是電力永遠都是那兩間 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算是電信箱六間都好 其實大家數一下 現在我們其實用GSM的1800 和以前最初的GSM998的頻寬 其實現在說六間 其實結合六年之前 原本只有那四間 擴大到六間 其實真的只有幾間 是真是新加入的競爭 好像我印象中 只有一間萬眾 即是現在中二龍那間 其實你來來去去 都只是那幾個 給那幾個寡頭龍斷 真是新的競爭者 是很難進來的 所以其實對於左派來說 我們都不一定要同意 自由市場的前設 不一定要同意 自由市場就是最好的一個制度 我們仍然可以質疑 僱傭勞動制 私有產權的制度 只不過我們現在的的確確 生存的社會 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而資本的剝削 或者資本的壟斷情況 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其實 那個雀眼點應該就是 如何透過競爭法 去打擊那些資本的財團 而未必說我們同意競爭法 就等於我們同意這個自由市場 就是最好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左派 其實可以這樣自處 而的而且確 那個競爭法裏 我們都見到一些歐美國家 那個效果都算是幾顯著 譬如航空公司 合謀定價 合謀定價 就被人捉了出來 還有其實這些 就是影響民生 因為航空公司 不要以為只是去旅行 坐飛機 一次換一次被人搶 覺得沒甚麼 其實我們現在每一天 生活很多科目 我們在用的一些食品 我們在用的一些食品 其實都是靠空運運氣 但如果我們是 給這些航空公司 合謀定價 浪高了這些價 接著他就賺到 父母部門很開心 接著到頭來我們買東西 一來就貴了 但他賺到盆盆盆盆盆盆 的時候大家都看到 只是加了少許薪金 給一些工人 其實他都是很穩 其實也是在剝削勞工階層 所以如果有競爭法 至少他不可以 在一個令到我們的生活 過何花受到損害 其實那些勞工階層 也是我們一樣 都是一個消費者 其實變了他們相對來說 去買回一些食物 買回他們日常需要的一些成本 也都是會沒有那麼高 其實對於他們也是一個得著 總好過我們給多了夠錢 竟然下不到勞工階層的手上 而是去了一些資本家 一直累積去影響到 我們整個社會健康的營運 剛才也說了左派我自己的角度 其實我也比較好奇 競爭法獅子生學會那班朋友 知不支持呢 Leslie有沒有留意 這個我還沒有留意 這段時間開始都是在搞一個項目 就是叫多些朋友去留意這件事 因為自己都是一直在看 競爭法會對於整個社會有甚麼影響 好像你應該做了一些功課 我見是 其實那班獅子生學會 原來不只是右派那麼簡單 原來是極右派 是嗎 因為主流的經濟學家 其實都贊同競爭法是需要的 譬如曾樹基教授 他是經濟學者 不過他也有少少左翼的傾向 鍊月珍也是支持競爭法 甚至一些過往自家國學派的人 都是支持競爭法 但是獅子生學會 他們是反對競爭法的 他們認為就算壟斷也好 怎樣都有少少競爭 譬如你說巴士公司 只有那幾間 但是還有天星小輪 還有MTR去競爭 所以市場就不是你們看到這樣 相反政府亂禁來 更大問題 就是亂禁去罰一些人 亂禁去不讓人合併 亂禁不讓你合謀定價 帶來的情況更加壞 但是大哥 如果現在我都叫做有選擇 起碼都叫做兩大集團經營巴士 不算大嶼山那間之外 一間真是新鴻基 保持久巴和龍運 另外那個就是新世界保持久巴士 剛才講的城巴 我搭巴士都已經 基本上規劃了跟區 我都已經被迫著用它 已經很難找到另一間 叫做新巴某一些路線 可能進去九龍去做經營 才稍有少少競爭 但是其實我們作為一個乘客 選擇都是少的 如果我那區沒有地鐵 那我都被迫著搭巴士 你不要跟我說小巴 真的影響了多少 搶了多少客人 說明是少的 其實如果有了競爭法的時候 可能市場就需要一些更加開放 更加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選擇 這個服務的質素才可以提高 我才不講價格 服務的質素大家一直去改善 你想想當年港英時代 不是說中華巴士做得差 中華巴士是因為做得差 跟著政府引入城巴這間公司 去跟它競爭 跟著開始 中華巴士可能是進步得慢 雖然後來也是沒有了 但是至少都逼到它有進步 它都要為了自己的生存 它都要做些事情 還有另一方面 承巴也都開始用質素去取勝 不是只講價錢 這件事永遠就是 記住你那個行業 如果自己的行頭都沒有一個競爭 那個改進一路是很慢的 你看九龍那邊那間 現在為何被人攬得這麼多事 不過黃於佔另一個 就是芝加哥學派的一個教授 然後它都是反對建設法 就是它那個理由都差不多 跟詩志山學會他們 都是覺得市場自己亂來就可以了 那你政府最好就沒有了政府去 或者政府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這個更加左翼 比右翼之中的更左翼 比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主義 最少最少 就是他們是這樣理解的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競爭法的反響都很大 對於那些財團或者那些財團的代言人來講 那麼節目提到都到尾聲了 那麼有一個很多 整天說的點 比如林健鋒就說香港是自由經濟 很自由 所以不需要競爭法 那你怎樣看呢 他說十幾十年前都不是 你想想就算港英年代 除了八十年代稍微開始開放的時候 才稍微有些自由到九十年代中期 其他時間 你以前不是英國人在這裏壟斷市場 四大洋行 其實都是一樣 只不過現在變了那些是港資或者中資 在這裏壟斷這個市場 其實幾可自由過 但是最慘現在這些是吃得更加恐怖 因為透過資訊流通 透過經營成本 因為電腦資訊科技發達 他們的成本降低了 他們還吃得緊 反而中小企少了一個空間去生存 我們現在就是在說 為何這個自由市場 比以前更加不自由 其實曾雪姬教授也有講過 其實是兩個概念 我們自由在不抽關稅 不外匯管制 只不過你在這個層面的自由 不等於你內部的競爭 是一個自由競爭 就是Macro View和Micro View 大家如果讀過經濟就知道 就是Macro Economic和Micro Economic 那個分別 Macro Economic我們是自由的 可以說是自由的 但Micro Economic不是 我們對內的財團之間 已經是壟斷的情況 而他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入面壟斷的情況 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你香港那些財團商家 對外的競爭力一定會削弱 因為你在香港習慣有這些特權 有這些優勢 你出去沒有要受競爭法規管 懂得軍室的BB 對 永遠出去是不會爭食 所以無論持有派的角度也好 他認為競爭法也是必須 在節目的尾聲其實都呼籲 大家都要關注多些競爭法 好像Leslie的Facebook page 暫時只有30個人 其實都是開了無奈 對 我們希望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不如我們去相片看看 其實我們那個網址 大家現在看到 on.fb.me 然後斜動 Hong Kong就是hk.com.law 就是Competition 就是hk.com.p.la.w 大家打進去 就已經馬上進入競爭法的網頁 即是我們現在支持要正立這個競爭法 希望大家多點參與 去讚好這個網頁 我們一直會放一些新的資料 上來這個網頁 讓大家可以看 即是不清楚競爭法 不要緊 我們今晚時間是有限的 但是這個網頁 我們一直會更新 放多些資料進去 也會有一個聯署 在裡面都會有寫到 希望大家也支持一下 我都希望泛民的議員 其實鬧功能組別的時候 都是用競爭法做例子 但是到審議的階段 其實做的公眾教育 或者議會的表現 我覺得都是走代改善的 除了湯家驊之外 其實很擺明 就是商家一定反對 我們都很希望泛民議員 支持到底 其實不一定是泛民的 其實要記住 所有是民選的議員 你們要記住 比票理那些人 現在在受苦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競爭法 你們怎麼可以這麼沒有良心 是竟然去幫 站在這個商家佬的一邊 只是 你是沒有想到 這些市民 你是出意反而 你是出賣他們 是的 不要讓他們拖到 下年七月 然後又要重頭 就是 大哥 留下 壞點說句 讓Donald真 走之前做一件好事 多謝大家 今天來看節目 好 有機會我們再講一下競爭法 好 多謝你今晚請我上來 好 拜拜 拜拜